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江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3次课 通用这个视图 首先我们来看这些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要学习一下通用视图的概念和基本的用法 另外一个就是通用视图中基于类的视图的分类、写法和使用 然后通视图是江狗为了解决建站过程中常见的一个呈现模式而建立的 之前我们就是说打开一个页面的时候 一般的做法是写模板文件、写这个视图函数、写这个UIL 然后就这样就走了一个标准的MVC的流程 然后有时候往往仅仅是渲染一个页面或者是查询这个模型 然后在模板里面显示 然后我们做的工作不多 但是要必须走这样一个标准流程 听起来这样是类似的 然后这算不算一种宠物性劳动呢 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简化这种处理模式 其实通用视图就是为了 然后为了给我们这个简化我们的这种单调性和这个重复性劳动 然后使用的原则就是代码越少越好 然后Don't repeat yourself forever 就是永远不要重复代码 然后view里边应该只包含呈现逻辑 不应该这个包括业务的逻辑 然后保持view的逻辑的清晰和简单 这是一些使用的原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Jungle内置的这个class-based view 就是基于类的试图有view 它是在任何时候这个可以使用 还有redirect的view 就是重定向到其他的url template view 就是显示表就是这个html的这个模板 list view显示对象的列表 detail啊form view啊 然后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view 我们这节课学习前面的一部分的这个view 接着呢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项目来实际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通译式图 我们首先运行一下我们的项目 OK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打开这个index 它显示了hello world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有一个index的这个模板文件 它显示了hello world 然后呢在view里边有一个处理函数 然后在这个路由里边 我们定义了这个路由规则 然后它就做了一个显示 但是我们其实没做什么工作 就是显示一个这个html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 然后它就需要这样一套的流程 然后我们能不能简化它呢 当然能就是用通译式图 通译式图该怎么做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引入它from Django view.generic import template 我们引入这个templateview 然后呢我们就其实就不需要用到这个index这个 试图函数了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里边templateview.esview 然后呢指定它的模板的名字叫index.html 我们可以再次刷新一下 ok 依然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这里边就用不到了这个index这个试图函数 我们简单的使用这个通译式图里边的这个templateview 指定它的这个template name这个属性 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流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 进行页面跳转的时候 我们网友也之前的做法也是写一个试图函数 写一个模板文件 然后我们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需要写任何的这个试图函数 我们可以比如说 我们要打开这个redirect iect 然后呢我们想让它跳转到百度 我们怎么做呢 redirect这个引入 引入这个view redirectview 然后呢我们这个 用它的addview指定它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指定 cp百度 .com ok 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redirect 然后它就给我们定向的百度的界面 rect 看一下它就到百度的这个主页来了 然后我们就没有写出函数 就用这个redirectview 就实现了这个界面的一个跳转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就是class-basedview 就是基于类的这个试图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类化这个试图 这个类 我们如何这个子类化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这个indexview 它子类化谁呢 子类化这个templateview 在在这个子类里边 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指定它的这个 漫文件的位置 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使用它 比如说这个 引入这个indexview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去使用这个 indexview 然后调用它的asview函数 我们刷新一下界面 这样同样是可以的 OK 显示了hello world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 你的这个通讯程度难道就这么简单呢 只显示一个模板文件吗 我能不能访问我的这个数据呢 访问这个model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怎么访问这个model呢 就是要引入这个listview 是专门 为这个访问这个model数据做准备的 比如说我这里边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model里边有一些task和poem 就是任务和诗集 然后呢 我要显示所有的这个task 我该怎么做呢 首先要建立一个模板的文件 比如说叫task4吧 然后里边就是展示所有的for task task list 注意这个一般的话 一般的我们这边就是规范的话 就是什么什么list 你的这个模板名字的这个小写什么list 然后这个地方 地方去打印这个task 然后其实就是打印这个task的name 因为我们这儿显示的是它的名字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去实力去子类化了 比如说show task view 然后它继承于这个listview 我们指定它的 它的这个模板文件叫做task task 然后model 然后model呢我们指定它的模板 task task ok 当然我们需要指定它的这个路由 task 说就叫task 说就叫task task 然后呢这里边印入这个task showtaskview 去使用它 asview ok 然后呢我们打开页面访问这个task 是task 看一下确认一下 对 刷新一下 task ok 它就把所有的这个task 为显示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有这些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task里边有很多的数据 随便塞了很多数据 然后它就把所有的数据给打出来了 我这里边注意的就是这个模板文件的一个写法 如果你用listview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 这个参数 当然投资们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有时候不想显示所有的这个model的内容 我想只显示一部分 比如说我想显示某个task内容 我只我需要指定task id 你能不能用这个通用视图来实现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先先建一个 我把文件 所以我们先建一个模板文件 就叫single 叫task 然后呢 这里边我只显示一个task 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就定义一个DisplaySingleTaskView 然后呢它继承于TemplateView 我们这个地方同样先指定它的某版文件叫SingleTask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要是就是说定义它的getContext的Data 然后这里边呢去取到这个一些指定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指定了先拿到这个Context SingleViewWhoseelfGetTextData 然后把这个参数给传进去 然后呢我们把TaskID给拿到 如果这里边有TaskID的话 OK 然后getTaskID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就把这个给塞进去塞进去一个Task 然后让它去显示TaskObjects get获取一个 这个TaskID 这个TaskID 然后呢把这个Context给返回 我们在路由里边去指定路由规则 这个也比较简单 这个比如说它就访问Task 然后呢Task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指定它的规则 就叫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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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 DisplaySingleTaskView给 asViewOK 哦这个地方有问题 OK这样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Writing它的TaskID是15 然后我们这里边去访问它 一个Task 我们看一下我们写的这个是个Task 然后跟着一个数字Task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15 我们访问这个15 OK 它就把这个TaskID为15的这个Task给展示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访问其他的这个Task 比如说这个是10 我们来继续 OK 10就是Think 从这边就是过滤了一些Task 当然呢有的同学可能会继续问 如果我想增加一些Task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做法就是在一个视图里边 你要分别处理是Post还是Get 然后如果是Get的话就返回一个表单 如果是Post的话就处理数据 然后去添加这个数据 我们用通用视图是怎么做呢 我们通用视图的话也是可以处理这种情况的 首先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个自定义一个表单 引入这个 这个model form model import task 然后class 比如说就是task task add task form 然后forms 叫model 这边 这边 这边指定model 是这个task 然后呢 fuel 指定 task id 还有这个name OK 我们这个view里边的话把它给引入 从form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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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task form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定义一个view 叫什么 我们就叫 add task view task view的话我们这里边 它继承于这个普通的就是通识图中最普通的这个view 然后我这里边就可以定义get eq u est 然后呢 我就返回这个表单 render request OK 要指定这个 指定 这个 模板文件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模板文件 add task ok add task里边的话 这里边 一个 form action 空 然后master poster 我这个呢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插入一个表单 form 一个input type 是submit name add value 也是add ok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add tasktml 然后呢我们给它传入 form 就是add taskform poster 然后给它定义这个poster 就是tree 这个表单 然后呢我们首先 把这个转化成task add taskform request poster poster 然后验证 如果是有效的话我们直接就保存了 把数据给保存下来 然后呢我们返回一个成功的界面 我们直接的地方就用这个 充定向 ftp response redirect 这地方呢我们比如说就有充定向到这个success 使用ccess 然后我们在这个路由里边去指定它 定它的话就是叫add task 边去引入这个add taskview template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还要指定这个success 这个地方就用这个 add taskview template name success poster poster success ok我们来测试一下 打开这个add add task ok我们看这个表单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30 30什么呢 叫做就叫jango ok poster success 我们看一下数据有没有被真正的添加进去 ok 看这个jango 30 给添加进去了 我们我们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get和post 也就变得这么简单了 当然大家看一下如果我想添加这个诗词 我想添加这个诗词的时候 大家 因为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model 叫做poem 然后如果想添加诗词的时候呢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再添加一个add poem poemview呢 然后这里边把这个模板再添加进去 然后再添加进去这个form 然后这个地方post也是类似处理的 这样是不是代码重复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一个原则 尽量减少代码重复 因为通用试图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为了减少代码中余和重复 然后而建立的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要遵循这种规则 我们就可以重新来利用这个这个add taskview 我们可以然后把相同的东西给抽象出来 怎么抽象出来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表单就可以抽象出来 叫form class form class我们这个地方是add task for 然后呢我们这个表单 template name 就是add add task 把这个也给取取出来 成为它的一个属性 ok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指 把这个替换成这个 这个是self 然后呢这个可以被替换掉self template name ok我们先 先刷信先验证一下有没有问题 ok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说要添加一个这个poem吗 poem的话 这个 poem这个表单 我们当然是还是需要定义的 class add poem form 然后呢这个地方指定 然后呢这个地方指定 model 指定这个point fuse 说这个 author 还有这个title ok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我们把这个最好把这个名字换下 ad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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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地方要替换一下 url里边去替换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add poem 然后呢这里边去指定它的这些属性就行了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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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form class叫什么呢 叫这个 引入进来 from form import add poem form 叫做 add poem form 然后我们还用那个 模板文件是没问题的 然后 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自定一个这个地方 我们还沿用这个模板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add poem 我们看就变成了authortitle 比如说我们再添加一个 嗯 杜甫 对 随便添加一个ellen 然后title 嗯 那 一 添加 ok poster success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poem里边有没有添加进去 ok ellen一 author 就添加进来了 看这个地方代码就非常的少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洁呢 然后这一刻呢 我们就学习了这个通用视图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的使用 以及这个通 嗯 基于类的一个视图的一个基本用法 嗯 学了这个view 和这个template view list view 这种这种一个基本用法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view的一个写法 大家下去可以看一下 呃 大家下去呢 可以练习一下 呃 再增自己增加一个model 然后呢 去比如说去添加 甚至去增删改 利用这个通用视图来做这个呃 课后的习题 这一刻我们就上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